博一新对潘维宁承诺 等结婚后就退出娱乐圈 一心一意做潘太太 潘维宁十分感动 但也不忍一心放弃事业 湛南贤因为母亲的话闷闷不乐 温暖看在眼里便上前安慰 池碧卡告诉湛南贤 曲总与潜宇终于正式签署合同 高仿的病情逐渐稳定 管替也回归了潜宇 湛南贤不尽欣慰 温暖在医院无微不至地照顾周湘林 但周湘林却依旧满脸冰霜 据温暖于千里之外 另一边博一新与潘维宁在挑选钻戒 一心满心欢喜 而潘维宁回想起父亲的话 有些心不在焉 湛南贤听说母亲闹着要出院 便急忙赶到医院 周湘林一见儿子就开始唠叨 想让南贤和温暖分开 温暖无奈只好转身离开 湛南贤眉头紧锁 起身去追温暖 温暖不愿让南贤夹在自己 和母亲中间左右为难 你为我们的感情付出了很多 我们也好不容易 才可以重新地在一起 我知道我不应该轻易放弃 可是看到周阿姨 我也不忍心让你为难 最后湛南贤决定把选择权还给温暖 如果温暖选择坚持 彼此就携手共住难关 如果温暖选择分开 自己也毫无怨言 温暖哽咽不停 他决定再次辜负南贤 他狠心挣脱南贤的怀抱 哭着跑开了 刘瑞约温柔见面 他将潘维宁背后的投资人名单交给温柔 如果掐断潘维宁的资金来源 就可以保全钱与何贷重 温柔怀疑刘瑞又在使阴谋轨迹 刘瑞则说这份名单任凭他们检查 最后他真诚地向温柔道歉 温柔将名单拿给朱灵璐 朱灵璐则更关心温柔的状况 温柔说着自己的境遇 不禁又提起了温暖和南贤的恋情 遭到周湘玲的反对 朱灵璐得之后也很为温暖担忧 于是便去找湛南贤聊天 为温暖说尽好话 南贤也表示自己不会再给朱灵璐可乘之机 朱灵璐将名单拿给湛南贤过目 两人准备携手断掉潘维宁的资金链 温暖下班后来到医院照顾周湘玲 周湘玲坐在轮椅上 温暖便推着他去外面透气 还将热茶放在周湘玲手边 此情此景令周湘玲想起七年前 南贤第一次将温暖带到自己面前的模样 再看如今物是人非 周湘玲不禁暗自垂类 这时湛南贤电话打来 他准备忙完工作就来看望母亲 好了 这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锁定腾讯视频 搜索温暖的贤 速看版